妳看這都開掉了 什麼啦 所以妳想贏的價錢 哪有 不能看那個啦 妳打電話叫騎摩哥 妳買四十幾啊 妳說的價格有那麼低啊 都沒有拆掉 好好笑喔 哇 起大霧了 台北會起霧的地方 當然就是林口了 今天 怪疑為什麼來到林口的民視呢 因為我的演藝圈的前輩 黃建群大哥 也就是之前呢 全台灣第一個教 Vozio 508 SW那個演員 他就是委託我說 跟他現在演那個八點檔的 他的對手 就是演他老婆的月紅姐 因為他車子開了十幾年了 他想要換車 然後想要換一台新車 所以呢 委託我是幫他估價 現在呢 大家好像要賣車都要找我的樣子 他開什麼車呢 大家是不是覺得這個中古車行呢 很面熟 天啊 場子很大耶 你看 這根本就是一片車海嘛 大家是不是覺得這個中古車行呢 誰生意做那麼大 老闆在哪 施老闆在哪 你看 整張好好 不是 整張好好 就像一個財神爺一樣坐在那 我們去找他 故車 施老闆 有 好久不見 欸 你的麥克風 準備給你 快成交了 你在看攝影院 不是 快成交了 你看 快快快不要到我 再給我一點機會 再給我一點時間 我現在最高 欸 成交 恭喜你 等一下 你飆到什麼車 雅哥 怎樣 今天開這台小營 大營 是的 我朋友的車 然後 大概就2010年 一月出場的 對 3.5V6嘛 這個你最清楚的啊 對啊 對啊 這一年稅金 3萬8千 這樣子 蛤 要估喔 對啊 這台車真的要賣喔 首先就是先看一下這個外觀的板件有沒有受傷 有沒有掉漆 欸 你看 這都開掉了 什麼啦 有沒有 你很傻啦 有沒有 開掉了耶 開掉是什麼意思 它有撞嗎 我看一下啦 欸 真的啦 漫馬有公差耶 我知道 你看一定是這邊A到啦 剛剛沒注意看 你看 你是打美女牌一直跟我聊天 然後我沒看到這裡 好 不會啦 這不貴 好不好 不會扣你很多錢 不貴 對 然後板件一樣 大概看一下 那這個Lazos很簡單 其實它也都有條碼 所以 那看一下條碼 四條摸一下就好了 這個銀色的車有沒有烤過漆 尤其這種亮銀色 這個我們叫白銀 色差非常容易看得出來 你只要其中一塊板件有烤過漆 你從側面去看 1 2 3 4 一定會有一個地方的顏色不一樣 如果它那一片烤過的話 對 車有一個叫車班 就是它的那個氣氛 所以一台車其實從外面開進來 我們看這台車的氣氛 大概有個六七層的把握說這個車是 有沒有一些事 我們打開門以後是好的還是不好的 其實會有六七層都看得出來 第二個是還要看車主下車 不好意思 我剛剛可以嗎 不是 因為今天不是車主 不準 對 所以我們只能用車來判斷 女明星用車有加分嗎 加分 讓人加 都加都加 都加喔 那就後保管這邊有點擦傷 對 之前有跟大家分享過 像這種體型比較大的休旅車 或MPV SUV車型 大多數的擦傷都會發生在右後車 對 因為是離駕駛 離駕駛最遠的地方 對 所以你看 它真的它的擦傷就是在 右後 右後車的地方 但是它有一個配備啊 嗯 就是它可以看得到右邊的 喔 有 這台車有 這台車有 好 然後輪胎 除了說要不要換 因為二手商一般不會換輪胎 可是我們怕的是什麼 你輪胎不好 客人來看會跟我們扣錢 喔 煞駕啊 嗯 他說啊 你這輪胎都不行了 你看 我腿去還是要換了啊 2017到現在 2022了耶 五年了耶 啊 因為我行私里程少啊 你下次如果你不想主持電視節目 你可以改行賣車 我覺得你還蠻厲害的 沒有啦 都可以 不是 其實有時候我們銷售就是這樣嘛 就是 你有你的說法 那能不能說服消費者 對 其實就是這樣而已啦 我覺得 欸 它都在原廠保養的話有加分嗎 有啊 其實在TOYOTA跟LASUS還蠻常有這個狀況的 對齁 就即使過保都還回去 因為是一個習慣性的問題 嗯 沒錯 而且當初他買這個車原本他就是 屬於那種不想要花太多的時間 跟頭腦在車上面的人 才會去買LASUS的車啊 然後這個很麻煩的就是 LASUS的車它這全部都包起來 所以你很難看螺絲 那這葉子板的螺絲 從這邊稍微翻一下 喔 有沒有 扣子拿起來這裡就看得到沒有拆過 喔 這個螺絲就最明顯 這個沒有拆過 好 很標準 喔 如果以11萬公里來講的話 這真的蠻有可能是女孩子的車耶 為什麼 因為你看像我那麼大 我坐在這裡有沒有 其實這邊會更慘 所以因為它的那個 可能它體重比較輕啊 對 動作比較優雅一點的話 所以它一樣的11萬公里 這邊的狀況才可以保持的 這樣的好 這台車要試一個就是天窗的這個遮陽簾 這個應該感覺上它是幾乎沒有在開 沒有在動 所以很完整很好 對 還蠻完整的 那剩下我們就看一下說 內裝後座有沒有一些不好的痕跡啊 受傷的痕跡 它反而後面很好喔 很少載人 所以看出它應該也很少載人 對 因為後面好乾淨喔 那這台RX啊 有沒有什麼通病啊 有啊 像以這個來講的話 我們就是看一下這個儀表台 就是你看它這個白白的你有沒有發現 對 它有白白的 不是因為它是 它變質了 我以為是它上粉 然後不小心滾到 也有這種狀況 可是它這個就是有環保材質在這上面 那有一些是原廠有召回 換新過 換掉 對 換新過之後就不會有這個狀況 比較亂一點啊 因為你知道嗎 它們拍戲都要 很多給力 這個車的另外一個通病 就是它的電尾門的系統 你看其實會有一點 是嗎 對 就是用久了它會 用久了它的頂桿會 不夠 喔 原理用鑰匙也可以 用那個車門那邊也可以 對 要用這個 沒有 我是在試說它這個頂桿 你看 對 它頂桿其實有一點 可能老化 對 已經 直升力已經不夠了 再來車如果這個年份 2010年嘛 不要說2010年了 你大概依三年以前的 你去看10胎又舊胎 琵琶 對 它都會琵琶掉 對 所以這到時候可能就是 就換這兩隻啊 這兩隻大概換掉多少錢 外廠的話應該一隻在 三千塊左右 一隻三千 兩隻又六千了 因為它這個比較粗啦 它這個真的比較粗啦 那原廠不就要破萬 原廠一定破萬的 那這個車其實第二個要注意啦 這個我就不出去開了 其實這個因為它下面底下的底盤 都是多連桿的 所以它下面其實有很多拉桿 那拉桿不貴 可是因為它數量多 所以說它一旦車底 如果有一些異音 假設有一些異音的話 其實通常回去都要花蠻多錢 這個我蠻敢跟你保證的是 我這樣開的 我有高速也有一些爛路 是真的 會不會是因為你體重比較輕 所以如履平地 所以等於說 如果我開的話 可能異音就變多了 沒有受為少啊 因為我車道要坐兩個人耶 不會 沒有 我在看那個螺絲啊 因為覺得怪怪的 所以我看一下 怪怪的喔 哪裡怪 就是看起來像有調整的東西 它本來是一個直角對不對 可是這邊扁扁的 喔 有耶 這邊有扁扁的 還是螺絲出來它就長這樣 不可能 螺絲那個固定座的 都騙不到小吃 好討厭 螺絲是固定座的怎麼可能 但我看了一下 等一下我認真看這一片 所以有時候我們看到覺得 懷疑我們就認真一點看 那像這個部分我在看什麼 我在看說 如果這一片門曾經烤過漆的話 它其實這邊會貼一張膠帶 貼膠帶喔 對 那這樣不就很明顯 然後貼膠帶先噴進 因為它怕噴進來嘛 對 那等到漆乾以後 它會把膠帶撕掉 對 那這邊就會有一個痕跡出現 有嗎 它有貼膠帶 它這一台沒有 沒有 所以它這邊應該沒烤過漆 沒有 那如果像葉子板的話 就是看這個 葉子板的膠帶啊 會貼在這個地方 因為它怕噴超過啊 所以它把這裡遮起來 然後漆噴完乾了以後 把它撕掉 撕掉以後 這邊就會有一個高低差 這還沒有啦 這也沒有烤過漆 我們在外面有一些話術就是 所謂的 真正車廠所謂的原漆是 從新車出廠 一直到現在都沒有烤過漆 但是外面車商在說 他們在話術說的原漆是說 它原來就是銀色漆 所以現在還是原漆還是贏的 但其實已經考過了 對 要看原漆其實是很累的啦 坦白說 如果一台車要判斷啊 你就算你是二手車商 一台車你要能夠判斷是不是原漆 其實要有一點點技術含量 比如說它的色澤 每一個板件其實 尤其是銀色 對 你除了色澤以外 還有你要明白製程 就是製作的過程 第一個製程是 新車它的製程是怎麼樣的 所以你才能夠判斷說 喔什麼是它原製程 生產出來螺絲應該就這樣 原烤漆就是這樣 這第一個是新車的製程 第二個是你還要了解 烤漆的流程 要不然我怎麼會知道貼紙要貼在哪裡 就是我們要親自去看說 喔原來外面的烤漆廠 他們在烤漆是這樣貼膠帶的 它會貼哪些地方 所以你有去他們原廠偷偷上過班 不是原廠 我是去外廠的烤漆廠 那你剛剛說螺絲有點怪怪的 後來是你太多疑了是不是 對啊就不用理他 你多疑 他根本沒事 現在還蠻常見一個 會調整 我遇到很多廠牌 其實包含大家最常講特斯拉 就是 有的新車一出來 其實都轉過螺絲了 所以我們不能一昧的說 螺絲轉過我們就 你這個有怎麼樣 你這個有怎麼樣 不行嘛 那當然也許你 你到外面孤車有可能 他說你這有轉過 他為了要壓低你的賣價 對啊 但是其實不是嘛 你事實你 他轉是為了什麼 對有些是 他可能製造上面有公差 稍微在交車給你之前 稍微把它調整 都有可能是後期在轉動 了解 欸基本上我好像看完了 對啊所以重點來囉 欸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什麼 我雖然剛剛心裡在盤算 可是我忽然想到一件事情 是 這個最近會常遇到 因為最近新車都缺車 對 交車真的起碼有些車 真的要半年 甚至一年 你這個車假設我今天估個價 那它多久才可以交到我的手上 這個牽涉跟價錢有關係 真的喔 當然啦你要現在跟我輸贏 我這個 下錢我就往上加 因為現在缺車啊 好 那你給我兩個價錢 一個是如果我現在就給你 可能一個禮拜之內 就說我要賣給你 跟就是年後再交給你 它會有差嗎 我跟你講齁 現在是這樣 因為現在 今年特別奇怪 今年因為這個疫情 加上一些 之前新聞常常在講的晶片的問題 所以造成現在很多新車其實交不太出來 沒錯 那連帶的二手車也 沒有辦法流到市場 對 所以 剛好這個要農曆年前了 二手車又剛好是這個大月 就是忘記喔 對 沒有忘記啦 有記得啦 時間對我們來講很重要 如果你這台車需要整理的東西很多 假設你現在 今天一月初 你把車交給我 我等到要烤漆 裡面要整理 皮也要弄 什麼天花板也要弄 弄到最後出來都過年了 嗯 那我就沒有競爭力了 我一台車現在買 結果我要年後才有辦法銷售 所以其實 時間對車商來講 也是一個很大的風險 很重要 這台車現在市場上的標準 應該是在35萬 哪有 我自己認為 我明明看那個 奇摩他不是說這一台車 因為他是大概10年 而且350嘛 對 350 他大概都是40幾耶 不能看那個啦 為什麼 你打電話叫奇摩哥 你買40幾 所以其實我們也常常遇到這個問題 其實現在線上有很多所謂的 估價的網站 對 但其實 它都是 絕對不可能準的啦 因為為什麼 因為這個 現在二手車的價錢 一個禮拜就會變動 那第二個是 我們常常在講一車一礦 對 所以你光輸入一些資訊上去 就能換到一個正確的估價 基本上是不可能 不可能 成交價才是一個合理的 所以今天你跑了一間兩間三間的車行 其實每一個人他都是抱著 我們一定我就是錢拿出來 要輸贏 我們講要輸贏的一個價錢 所以我們不能亂講 不會亂講 對 所以你輸贏的價錢 現在的價格我覺得在35萬 但是如果是以現在 我覺得我可以40萬買 如果今天這個農曆年過後的話 坦白說我沒有辦法預測啦 但是我認為應該至少還有35萬 以這台RX來說的話 它算保值嗎 這個年份的這個RX 我覺得算沒那麼保值 因為它主要是因為它稀稀素 所以反而是一二年它出了一個 比較入門的270那個 還比較保值 對 尤其是買Lessus車的人 它沒有要馬力 它要省油 要妥善率 所以RX的這個大排氣量呢 基本上它比較吃虧一點 Hybrid的車型啊 跟如果說純汽油的 哪一個是會比較保值啊 我覺得我目前觀察起來 油電還是稍微比較不保值 我發現大部分的消費者 他還是會很在意說 這個電池 我多了一個電池 我以後有沒有機會 要花5萬花7萬 就換這個電池 一般消費者會有這樣的調料 還是會 也不用想那麼多啦 基本上我跟你講 買到Lessus大家都把它開好久 對 又開不壞啊 對啊 你開久的狀況 其實我覺得那一點的折價 已經影響不大了 車子是越新的時候 折價才越大啊 你開的時候是用台 但是你關的時候 它電動尾門是可以做動的 還有這種設計 對 這種電動尾門半套 半套 對 一直按Hold住是不是 按住3秒就可以了 它是可以開的 因為它就是讓你在駕駛的時候 後面的人要拿東西 你可以駕駛的人 對 那關也是可以從那邊 壓住3秒 只是說你到正後面的話 你沒辦法按那個 對 它開啟你還是要用手 然後再把它關起來 對 因為這輛車它都有在原廠保養 加上它車況維持得非常好 那以現在目前的話 我們的收購價格是40萬這樣子 那如果說 它里程數其實稍低啊 11萬左右啊 是 對不對 它沒有再加分嗎 已經有加分 就是因為它的里程數 它以11、12年的車 它只跑11萬 它平均一年使用1萬 不到1萬 對 那如果它的里程多一點 比如說15萬到20萬 也算正常使用 可是它的行情就不會在40萬 會落在35萬 30、35萬 了解 所以你們收的價格是40萬 對 你看12年前的車啊 它的用料真的都好扎實喔 你很多大面積的這種軟質的塑料 然後不會有那種什麼 就是塑膠鍵啊 然後甚至於前面也有抬頭顯示器耶 然後你看 加熱跟那個通風儀也都有 它藏在這裡 真的很有趣耶 然後呢它還有那個倒車 雖然說沒有360環境 可是呢它有一個按鍵是可以按 比如說我旁邊要停車的時候 它有右邊的顯示 所以我覺得這個配備上也很好 而且電動尾門 早期就有電動尾門 然後這個皮椅 也是都很 用料都超扎實的 欸它真的十幾年都沒有拆掉 都沒有拆掉 好好笑喔 好 Kevin怎麼樣不錯齁 不錯啊 像這種十幾年前的進口車啊 像Laser這種車啊 它現在十幾年前用料都非常的實在 它的配備啊都非常的滿 舒適性啊還有安靜性啊 隔音很好耶 隔音很好真的是很好 因為在Laser以前就是做的出名就是 它非常的寧靜 到現在我連發動的時候 它幾乎就沒有讓我覺得有什麼抖動感啊 是是是 然後車內真的超安靜 車子是非常的漂亮啦 也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主要的話就是因為它的稅金 比較重 因為3.5 3500的稅金比較重 所以說它的價格會比較低一點 大概是這樣 那如果以現在的車況來看的話 這台車行情價格應該是落在大概38萬 38萬 對對對 所以你收的價格是38萬喔 對沒錯 你收的價格有那麼低啊 沒有辦法 因為它這個 主要它這個剛好沒有小改道 它也是剛好沒有小改道 因為它是09年的時候上的吧 第三代 可是還是要花一些小錢整理 去整理 對 客人會覺得說 喔我今天繳得起這個稅金 他可能不會看這個比較舊一點的車 他可能會買比較新一點的 那他買中古車 買十幾年的中古車的客人 他會希望說喔 還是要小一點 能省則省啊 大概是落在這裡 OK我們今天跑了原廠任任中古車 還有個人的車行小師嘛 以及呢就是聯盟的中古車商 那最後總結呢 其實在這個二手的價錢收購最高的是原廠任任中古車 還有小師 它就是以40萬左右的這個價錢 那你說Lexus這個品牌保不保值呢 基本上Lexus的很多車款都很保值 但是取決一個很大的重點 大排量在二手車會比較難轉手出去 那意味著就會比較不保值 因為想要買的人就會比較少 可是這有例外 那就是稀有車款 很多人就是奇貨可居嘛 所以如果說你想要收藏一個稀有車款 可是它大排量你也很願意喔 那我的朋友呢 他送走了舊愛 當然要迎來新歡 沒想到他的新歡 還是選擇了Lexus 那至於他買什麼樣的新車呢 最近呢這台車非常的好 我們要恭喜他迎來他最喜歡的新歡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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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